大概果文 今天要讲的是 附体流变的第二个部分 汉附四时期 附在汉潮得到全面的开展 经历了四个汉附的时期 分别是 行程期 全胜期 模拟期 跟转变期 行程期 大约在高祖到五帝的初年 这个时候还是以 烧体腹盛行 散体大腹 注意这个大腹 偏腹慢慢变得很长 正在逐渐行程中 烧体腹 最具代表性的是甲仪 甲仪在文帝的时候 被扁到长沙去 递进处地 所以他就写了 吊屈原腹 有一点在悲叹自己的 不欲 有一次半夜 飞进了猫头鹰 猫头鹰 在那个时候是 不详的征兆 半夜飞进来 甲仪又补了一挂 发现对自己是很不好的 所以他就写了 福鸟腹 有一点像是在 抒发己志 有一点像是在 安慰自己 司马迁的 卑视不欲腹 是在说明自己的 不受重用 抒发心情 我们会发现 这个时期的腹 更多的都是在 抒发自己的 不得意 梅圣的七发 他借由楚太子 跟吴克两个人的问答 来表明几致 慢慢地 往全盛时期的 这种主客问答的体力 进展 全盛期 大约是五帝到成帝的时候 这时候脱离楚辞的风格 纯散文的典型汉父 特色是精细雕饰 还喜欢夸张铺牌 司马向鲁的子虚父 他曾经借由这三个角色 子虚先生 乌友先生 跟吴士公 这个王在这也是读成吴 没有这个人 子虚乌友 所以我们后来 成语子虚乌友 是形容不真实的事件 因为这三个人物 都是司马向鲁 他捏造出来的 借由他们三个之间的对话 后来因为很受欢迎 所以他用这三个人物 再写了上灵妇 去讲皇帝 去讲皇帝 打猎 的过程 极尽的铺张 跟雕饰 所以被讲为 劝白而奉衣 这个时候 汉父的特色 就完全成型了 有主客的问答 极力的铺血 真正要奉刺的部分 非常非常的少 可能整个篇章 前面95% 都在铺张 雕饰 只有后面的5% 含有了 凤裕的意味在里面 司马向鲁还帮 陈皇后写了 长门妇 让五弟 重新的去 重视这个皇后 那有趣的一个是 司马向鲁在晚年的时候 他本来想要 再娶小老婆 他的大老婆 卓文君 就写了这首 白头影 司马向鲁看完之后 就决定不再纳妾了 白头影在最近 有被改编 成流行乐曲 你可以上网答一下 好像是某一个 连续剧的主题曲 非常好听 会狼狼上口 课语可以 做一下休闲娱乐 再来东方说的达克南 这个主客问答题 非常明显 比较有趣的是 王包的洞消复 开始呈现出一点转变 他先说明了 竹子是怎么生长的 再讲竹子怎么被采摘来 制作成动销 再讲吹奏的人 是如何吹奏他的 最后写动销的声音 极尽所能的写 动销的声音的变化 吉他的美妙 这是一篇非常成功的附 进入模拟期后 模拟期大概是西汉末年 到东汉的中叶 这时候堆积词句 铺成形式 外表华丽 题材广泛 但缺点渐渐的出现了 他内容空洞 讲白话一点就是 大家都去学别人的形式 还有用词 但可能内容被写完了 慢慢的内容就越来越像像 例如说杨雄的甘泉妇 他尽全力的去写 成帝的时候的祭祀 写得非常的华丽 再来班固的两都妇 他写了西都长安 跟东都洛阳 虽然是想要凤裕 但其实大部分的篇幅 都花在了铺成 还有华丽的部分 张衡的二经妇 他模仿了班固的两都妇 他也是写了西经跟东经 汉妇迎来的转变期 在东和中叶以后 长篇变成了短篇 更多的是 表现个人胸怀的研制之作 如果你喜欢文学史的人 你就会发现 文学就是一直这样流动的变化 有点像是钟摆 过头了一点点 就再回来一点点 可是回来之后又过头了 有点像钟摆 倾向在形式跟内容之间 摆过头了 过度重视形式了 就会慢慢摆回来 终于有一个时候 形式跟内容并重了 但是他又会摆过去 过度重视内容之后 形式就没那么漂亮了 他就会再摆回来 有点像是这样的钟摆 如果你有这个概念 读起文学史 可能就会更轻松一点 转变期代表作家有张衡 你说老师张衡上面在模拟期 文学的思考 往往都不是很直线式的 我们这两部影片都一直在提醒大家 不是那种一刀切的 张衡他是模拟期的人 就不会是转变期的人 因为人的生活是一段时间的 可能会跨越那个分歧 张衡就是这样子一个体现 他的思悬妇 说明了他如目了道家的思想 独楼妇 借由他在路上遇到庄舟尸骨的 这样一个喜欢的预言 去说明他怎么埋葬了庄舟的尸骨 然后有什么收获 总妇 他在这里体现出了人的真正的休息 这个大修 真正的休息其实是死亡 试图去厘清生与死之间的价值 最后他写了一个想要归田 器官归田的归田妇 赵一的赤士及邪妇 他也是小的篇章 偏向抒情 去描写如何对抗 社会上的邪恶势力 迷恒的鹦鹉妇 也是小的篇章 他先写了鹦鹉的外形 再写出了鹦鹉的身不由己 其实这个都是托物研制的作品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 就多转发给其他需要的人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